早時錦浪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時放下周中俊昌 見到今天港股A股都可以彈 主要是A股限制沽空和外衛市況影響 不過整體而言 我想在氣氛上 大部份投資者可能都在等三宗傳媒開會的格局 反而現在升了上來 再去追的話不是那麼直播 反而今晚美國的CPI可能有得炒 先看看這件事 今早一早見到一個新聞 就是7月11日起 即即即即日 暫停容卷業務 內容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中證監 這種停容卷 或者打壓容卷 即是沽空的方法 不是第一次的了 中證監就批准中證金融公司 暫停容卷業務的申請 而且是11日即是今天開始就立即生效了 而之前做下的全量的容卷合約 可以展期 但按照現在通告來計算 都不可以遲過9月30日平倉 與此同時 除了停了這個容卷之外 已有的 即現在做的那些 都要怎樣 除了限期之外 還要提升保證金 如果你說一般公務基金 用卷保證金比例 是由不低於80% 上調到100% 而如果私募的話 就由100% 上調到120% 寬限日期也不太多 即是7月22日就開始實施了 其實我想一般而言 我們對於這類措施 可能都會覺得短期夾刺激 很快就會回落 不過 我就有少少保留 為何這樣說呢 如果你說看回 過去那個北向資金 即外資買A股這個指標的話 其實也有些意思 因為對上一次 就6月28日出現了大幅 即原本一直都是賣的 零零射射 6月28日就買入接近50億 而零零射射射 星期二 其實星期二條片出了之後 我在YouTube下也補充 原來去到5點半之後看到 竟然是正買額有 正數141億多 如果你說看回這個力度 你可以看到 星期二這個十字 開始轉強或反彈上升 如果參考 當然這個基數很低 你參考上一次 二十八號 其實是有四天的星時 即是說不會這麼快 下飯 而且上次的升幅大概 都有五百點 今次加上外圍的升勢 會不會港股有機會再試一試 萬八或是貼著萬八走 在這個開會前後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所以現在直接去估計 跌或是升 風險都比較大 與此同時 其實如果你看回 一萬七千二這個水平 我自己 這個就是 港股 如果你看回 都是恆指的話 可以用一萬七千二這個角度 去做一個設入 一萬七千二 埋近 現在都是有得彈居多 外圍究竟會不會繼續有得炒或轉強 今晚CPI會公佈 首先跟大家高呼一下數字 其實五月份美國的CPI 是比預期低 最主要原因 之前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其實跟油價是有關的 而今晚八點半 CPI市場又如何預期 首先 如果你看回核心的話 按月都是預期跟上個月差不多 0.2% 而如果按年的話 一般大家容易理解的按年 都是跟上次一樣 核心是3.4% 但不是核心的話 似乎預期稍為樂觀了些 上個月公佈是3.3% 市場似乎現在預期會跌到3.1% 當然是就好 因為似乎通脹回落 對股市 對債市 對債市 都是好事 但我又覺得要結合兩件事去看 第一件事 之前提及過 整體CPI的回落 其實與油價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你看回這幅圖 如果你看回橙色這條線 其實就是美國的CPI每個月公佈的數據 對比油價 其實它的走勢是非常貼近的 現在5月或4月 油價開始回落 於是CPI就由得下跌 但正正是由6月開始 又加又開始升回 會不會 當然未必在這個月即刻反映 但會不會已經反映在6月的數字 令到現在 預期可能都是不同的角度 可能都是橫行甚至輕微回落 變成有反彈 如果一旦有反彈的話 市場可能有少少措手不及 反應又比較大 再加上這個是金價 這是金價小時圖 其實這兩日外圍股市金市上升 很大程度與鮑威爾 在國會聽證會上 說得比較夾派 比較鬆口 又說未必到2%才開始減息 似是為9月減息或年底減息鋪路 但亦正正因爲這樣 金升了上來 如果你看到這個就是 道指的小時圖 其實這兩日 由低位大概30,000點以下 都上升至39,200點附近 升至39,700點附近 其實似乎也是消化了很多利好的消息 所以今晚我自己這樣看 當然這就是債市 債市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個十年期的美國國債期貨價格 都是有點向上的 而今晚我看著CPI 我自己都會關注著 如果真的好像預期一樣變3.1 怕爛收獎 但可以交易的空間相對比較小 反而如果你說CPI 尤其是高於前值或預期的話 似乎 美股、債價和金價 有機會公佈後 一兩個小時內 有比較大的匯條 這就造就了一些交易的空間 當然即使也不太容易 以上都是我少少分析判斷 未必一定準確 整理資料都需要一些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like這條影片 給點鼓勵和支持 有什麼疑問或建議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